Hello 大家好 我是秘女專家小鈺老師 很開心大家又回到了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因為有很多朋友瘋狂的希望老師教大家其他更有效的護身神咒 那老師來教一個大家到家非常好使用的咒 它就叫做金光神咒 這個咒可以用來防身也可以用來開光 更可以用來這個想要浮膜等等 都是可以的 那基本上老師主要是把這個咒用來教大家防身 避免被一些臨界的干擾 就是很多人可能去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是覺得哪邊有煞氣等等之類的 那老師教大家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幫助自己做一個很簡單的結界在自己身上 好不好 那這個使用方法呢就叫做金光神咒 那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沒辦法配合老師的手印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很簡單的這個把它背下來 因為背下來之後你才可以配合意識去使用這個咒 那當然沒事就是多疊金就是多使咒 不管是佛家道家咒都是要多疊它才會有效果 那老師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去使用這個金光神咒 來保護自己好不好 來最簡單的地方就是手印有沒有 做成像這樣子一個很像一個斗的一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一個斗的樣子 那老師等一下先做一次示範 示範完之後再教大家怎麼去使用 我想會比較清楚 那這個道家咒版本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台語版 也就是所謂的閩南語版 那因為老師習慣使用國語 那當然效果是一樣的啦 當然有人說閩南語版比較厲害 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使用國語版也是不錯的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來 那今天我先來示範一下怎麼使用這個 道家金光神咒怎麼幫自己加持 那這就是金光神咒加持的指印好不好 來大家簡單的看一下 來 天地全宗萬器本根廣修萬劫 政惡神通三界內外為道獨尊 提有金光富裕勿生 世日不見聽諸多倫 包若天地養育全身送辭一變生有光明 三界四位五帝私營萬神草禮 一時雷霆鬼妖上膽精怪 王行內有屁屁雷神的名動會交涉武器騰騰 金光束縣附附陳群允 集集如玉皇光降玉令刺 然後這時候來 我相信大家這個咒應該很好找 找不到的話跟老師講 老師社群貼給你們 那他其中修改的地方就是把萬變改成一變 為什麼因為我現在得到馬上要得到這個 效果 然後以及剛才老師 這個小玉老師陳群玉的部分 改成你的名字因為是附附你 因為他咒的後段是附附真人 真人是有修行的人 那可能一般人沒有 就直接把他改成附附自己 那他其中的細節 來 打完那個手印之後對不對 一開始先壓人中跟眉心 人中眉心 眉心 心口 左肩 右肩 回到心口 往上拉 像是一個天線一樣的往上拉 然後這時候因為金光神咒嘛 觀想的陽光 觀想的眾神 下來光芒給你 念到後面的時候 最後一個集集如律令的時候 往下拉 想像是一個金鐘照 一個大鐘 把你照住 有沒有一個金光的鐘 灌頂 從你這邊白灰水進來 進來之後 灌頂之後對不對 一個鐘把你保護住 金光鐘把你保護住 就像是一個結界一樣 這就是很好用的金光神咒 當然如果你就手印打得好 或是說你真的送辭了上萬遍以後 當然有其他更多變化方法 那老師今天就先教大家 怎麼用道家玄學 金光神咒 來保護自己 這個咒長年 可以提升你的原神光彩 讓你的靈魂更加強壯 那我是蠻建議大家可以持咒 當然你也可以持十家佛家的咒語 至於道家來講 老師非常推薦金光神咒 好不好 那這一集 這個道家玄學 老師就介紹到這邊 我相信 這個手印啊 咒啊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 不清楚回去再看影片就好了 好不好 好嘞 喜歡這邊的朋友 也要幫老師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喔 OK好 掰掰